水餃一顆顆下鍋 在滾水裡面翻騰 包著飽滿餡料的水餃 跟餛飩 讓人看了就好餓 台中這間50年的牢麵店 知名度很高 連前第一夫人周美青 都曾經來光顧 她冷凍的高麗菜水餃鮮肉 餛飩網路上也買得到 但卻被市府食安處抽查 出大腸感覺超標 吃了恐怕會造成腹泻 根據網站資料 食安處四月抽查 水餃跟混沌 兩項都不合格 五月復查還是沒過 被食安處開罰 業者事後也積極處理 改善水質 更親自到大學 請專家鑑定 被你們食安處這麼一燈 那個媒體爆 我看我還有飯吃嗎 他說不要賣的理由是什麼 他是說冷凍的 比較會有問題 不會特別覺得 大腸感覺有什麼大問題 我覺得其實 主受其實就還好了 對啊 民眾也提出質疑 食安處五月機查不合格 市府卻過了半年才公布 就算已經改善 也沒有再公告 民眾搞不清楚 恐怕會更加恐慌 在劉美甄警察台中 採訪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MING PAGE